欢迎收看树里农场的频道 我是林建宏老师 今天我会讨论一个 一间学校 某间学校2018年的一个浴室题目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3.2除以20 加5.6 乘14分之1 OK 所以这一题来讲呢 3.2 3.2除以20 你可以把它变成 3.2把它变成分数 把它变成分数 然后乘法的话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把它变成分数 的写在一起 反正就是存在它的分 分值的地方 所以接下去呢 你可以移动那个小数点 因为不喜欢小数点 你上分子移了一个小数位 那分母就补一个0 同样的后面的这个 也是一样的做法 OK 那再来的就是这个2呢 可以越减了 你就会得到 16 16除以100 那除以100呢 我就放着就好了 再来的就是14来讲 我可以除以7 因为7 8 56 对不对 再除以2的话呢 就会得到4 4除以10 OK 那前面呢 前面我就会得到这个 16除以100 就会得到0.16 不好意思啊 这个是加法 这个是加法 OK 后面的这个是4除以10 我就会得到0.4 所以加在一起就会得到0.56 0.56 OK 哎呀 我做了小数点了 所以原来他要得的是 分数 没关系 我就变成 一百分之五十六 那我可以再越减一下 越 越多少呢 越这个2 越这个 越这个2的话呢 来2的话是 没有 我直接越4就好了 4一4 4是16 OK 然后 越4的话是25 所以呢 这一集的答案是 DONKE 就这样 可以吗 当然我在中间呢 我是没有看清楚了 我可以在中间这里呢 变成了 最减的分数再加起来 也是OK的 OK 所以第二题 第二题 五包共重 125公斤的米 然后他要 每包米的重量 换成二斤位置 所以我们首先先要去算这个每包米到底多重 125公斤 是 5包米的一共重量 所以我除以5的话呢 525 25嘛 对不对 所以就会得到 一包米其实是25公斤 哇 好大的米 我们平时买的米应该是10公斤一袋的了 所以25公斤 我要换成二斤位置 我就除以2 这个是这个手法我们要熟悉 除以2应该是12于1 于1 然后再除以2是6于0 再除以2是3于0 再除以2是212于1 再除以2是0于1 然后倒转写 倒转写 所以呢 最后的答案呢 就会是11001 OK 11001答案是boy 这样子 好 再来第三题 第三题 三层 呃 这个是2乘2的 2乘2我们通常写成2的平方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写成两个 呃 so这个是2平方乘3乘5乘7 再来的是2乘3的平方 乘5的平方 他的最小公倍数是什么呢 最小公倍数呢 你有相同的东西 他比如说2 哦 有相同的 我就要 那我就要拿他的翅膀最高的 没有相同其实也要 呃 最小公倍数呢 呃 就是拿最高的翅膀 反正其中一个有我也要啊 就是这样子来做 OK 那这个是最小公倍数 LCM 那如果是HCF的话呢 你两个都有才要 而且是拿最低次方的 所以就是2乘3乘5 那这个是等于520 10乘330了 好 这个是HCF 好 这是HCF 呃 我稍微的讲一下 所以Donkey那个选项肯定是错的啊 因为他是HCF 那上面这个LCM怎样做啊 很多学生就说 哎呀 老师好难做哦 你这个是有技巧的 因为5乘2是10 5的平方乘2的平方就会是100 OK 那你只要做呢 是3的平方 是9 9 7 9 63 OK 63乘100等于多少呢 6300了 啊 啊 所以他答案是boy 所以你不要啥啥样子的 很多学生是从左乘到右的啊 你就乘到 乘不出来 因为你 你没有这个 啊 你5乘2是10 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补0嘛 了 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是 小小的技巧了啊 因为我们初中不能用计算机 所以这个 这些技巧都很重要了 OK 8的5次方乘25的6次方 呃 除以100的7次方 啊 然后要做计算的结果呢 以科学技术法 啊 然后要你算A加N是多少 OK 所以这里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类似的情形 啊 除除法 我通常是写成这个 啊 分 分母了 OK 那这一边 我们就有 呃 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些技巧 8乘5 8的5次方 8乘25的多少 4乘25的100 4乘25的100 所以也就是说呢 如果把它这个拆成 呃 呃 2的5次方 再乘4的5次方 呃 不行 不行 这样子不好 而我先把它整理 变成2的3次方 对吧 呃 8是2的3次方 所以3 5 15 所以总共是 2的 15次方 好 再来这个是5的2次方 2乘6 6 6 22 OK 这样子 好 再来的就是10的话呢 因为100其实是 10的2次方 7 2 14 OK OK alright so 接下去呢 我们把这个2呢 拆成 2的3次方 乘2的12次方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啊 因为12次方 2的12次方 跟5的12次方 乘起来就会是 等于10的 10的12次方 so其实呢 这个2的3次方呢 就会得到8 OK 后面那个就会得到10的12次方 然后因为这个分母的14呢 就可以相减 so 接下去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其实 可以写成 8 乘10的 2次方 就得到了 其实它的A 就会是8 它的N 是2 所以8 减2 就会得到6 答案是C 可以吗 OK 好 再来 第五题 同类像 什么是同类像 很多学生不会做这一题的 就是 他不明白什么是同类像 其实就是说 我可以相加起来 它的意思呢 就是同类像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什么呢 3 X的四十方 那个系数其实是无所谓的 重点是后面这个必须要一样 我才可以加起来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呢 这个4 B除以2呢 它是等于4的 OK 所以也就是说B是等于8 再来的这个A减3呢 你可以看到呢 下面其实是没有Y这个东西的 也就是说Y的次方应该会是等于0 所以呢 A减3等于0 A就会是等于3 那我们就很简单的 那我们就很简单的就可以看得出来 A和B 是等于3 A加B呢 基本上就是等于3加8 等于11 OK 这题是B 所以这一题很多学生是不明白什么是同类像的意思 会的话呢 其实是不难的 好 再来A-4 还有4B 这两个点在这个直线上 都在这个直线上 所以我要找A加B 所以如果我在这个直线上的话呢 就代表了我把这个点啊 带进去这个直线方程式呢 它是符合的 所以我先带这个A-4来讲呢 就是X的部分带A Y的部分带-4 OK 所以这个5拉过去变-5 所以-4-5就会等于-9 3拉过去 变成分母的话呢 -9除以3就会等于-3 OK 就找到A了 好 再来再带这个4B 这个Y是带B 这个X是带4 那这个就容易做很多了 432加5就等于17 OK 一样的它要找A加B A加B 就是等于-3加17 就等于14 对吧 14 但是Boy OK 这一题很简单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7题 9的2X加1次方 减去3的X减1次方 等于0 那X等于多少 那这一题很多学生就会 不知所措 这一题其实是 没有太难的 我们只要把这个9呢 变成3的平方 我这一边做慢点啊 2X加1 OK 第一步是这样子 那再来的就是这个二层进去啊 应该是二层进去吧 你让我再想一下 因为 呃 这个情形好像不是 应该可以吧 应该可以吧 3 4X加4X加2 4X加2 3X减1 2X 所以在这一边来讲呢 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把 3的X四方 3的二次方呢 把它变成乘法 它的减1次方变成除法 那在这一边 如果我抽这个3的X四方出来 呃 的话 没没没没 呃 这题好像不简单哦 OK 所以在做到这一步的时候啊 我把这个减呢 拉过去对面就变加了 对不对 呃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情形 如果我的把3的x四方拉回过来变成除法的话呢 应该是四四方除以一次方就会得到三四方了 对吧 那这个3的二四方拉过去变分母的话 就是变成好像是3的负三四方去了 也就是说呢 这一边3x呢 它的指数 它的底一样的 它指数要相等 所以3x呢会等于负三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呢 x呢应该要等于负一 OK 所以这一题 这一题如果这一边右边不是零的话就不好做了 因为它刚好是零 你就可以拉过去对面 然后再做这个惩罚 搬来搬去做惩罚 所以就容易很多 OK 刚才我愣了一下 我以为说右边是一个数目 所以我一直不敢搬过去 看清楚了一点 原来是零 OK 好 这一个是以x表示y 也就是说你要整理成y等于多少多少x 所以这个是换主体的 所以这个是换主体的 我们反正就是整理了 整理把它y变成主体 这是常常用到的 即使到高中呢 你会用到 所以这一个第一个步骤 应该是左右两边加平方 然后再把这个2乘上去 然后我做慢点 然后再把这个1拉过去减 再把5拉过去除 然后把y写在左边 所以也就是说 就会得到2x平方减1除以5 OK 所以这题答案是boy OK 没问题 OK 第九题 y等于x平方减5x减6 这题怎么减 你可以看到右边其实可以 因四分解变成减6加1 也就是说 如果y等于0的话 如果y等于0的话呢 x就会是等于6 或者x等于-1 也就是说呢 我会经过6这个点 还有-1这个点 所以你在看 这样子看的话呢 可能是b或者是可能是c b或者是c 所以再看看这个x平方前面的系数 如果x平方前面的系数是正的话呢 他就会是笑脸 然后positive的人就会笑脸 所以他其实应该是这样子的 如果x平方前面的是有负值的话 就是negative的人 negative的人每天哭脸了 对不对 他就会往下弯了 所以在这一边呢 答案应该是c 因为他是positive的 so第一个 你必须要去判断 他会经过哪两个点 x or y等于0的时候 他会经过哪两个点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说 这个是以计算这个x 我们叫做x结局 当然你可以计算y结局啦 也把x带0的话呢 y就会是等于 x带0的话呢 y其实就会等于-6 也就是说呢 我应该会经过-6的 对吗 这里会经过-6 所以如果你这样子看 看这x结局 y结局的话呢 你也是可以判断得出来 他是c的这个图了 ok so这个是几个 两个方法 给你去判断的 好 接下去 log2是a log3是b 以a和b来表示 这个log 8-1分之1 ok so log8-1分之1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多少呢 8-2-16 16 16-1 16-1好像是15吧 15除以 15除以2 所以这个很多学生就会讲说 哎呀 老师 这个好像是3乘5除以2 怎么办 我没有这个log5 怎么办 没有关系 你上下乘2 你是下上下乘2 ok 老师 干嘛要上下乘2 5乘2等于多少 ok 5乘2 就会得到10 所以也就是说log3 你可以把乘法变成 拆开 变成几个log的加 所以5乘2是等于10 ok 然后减去这个log呢 应该是log22 log2的平方了 那个2可以拉前去的 所以最后呢 你把这个log3变成b log10其实就是1 然后再减去这个2log 2log2 log2就是a 所以就变成-2a so当然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顺序可能比较不一样一点 它是写成1-2a加b 所以这个是b的选项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好吗 可以吗 这个其实就是很多学生就会 吓到不会做 因为给了log2呢 其实2跟5呢 是有关系的嘛 对不对 5乘2是10 所以这个是常常用 常常考学生的一个技巧来的 OK 还有的就是 这一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乘 好 27是3的立方 3的立方 也就是说 我可以写成 有两个3可以拉出去 两个3可以拉出去 有一个3放在里面 然后 6乘8的话呢 6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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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乘8 当然你可以乘起来 你可以先乘起来 6乘8 6乘8 然后你会看到呢 它可以除以多少呢 好像是可以除以16的 它好像是16乘3 也就是说呢 它可以 16可以开根号变4 里面就还有剩下一个3 所以减出来 它会是等于 负根号3的 那在这边呢 哎 根号3是等于1.732 所以它就是负1.732 就行了 所以你不要这么急着 把那个数据给 带进去 很多学生呢 前面呢 有根号3就马上放啊 放1.732 最好不要这样子说 因为你就会很多小数点 要相减 你是 最好的方法是整理到最后 之后呢 你才带 那个 小数点的字 OK 所以建议是用这样子的一个顺序的 第十二题 2除以3x 减4y 等于3x 加y 那 这一题 它 你可以看到一个方程式里面有xy 而我们就是说这个二元一次方程式 如果二元一次方程式它不是连立方程组的话呢 基本上你是找不到x和y的 但是你可以找到的是他们的笔值 这个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一题呢 你一第一眼看呢 这种分数分式的情形呢 我们应该就是做交叉程嘛 对不对 OK x加2 x加y乘上去 这个3x减4y也乘上去对面 就会得到2x加2y 给3399x 减432y 那在这一边的话呢 我们有x的放一边 我通常是把这个2x搬过来 负的12y就搬过去 所以2加12就会等于14y 9减2就会等于7x 那很多学生就是不懂这个步骤要怎样搬 我要的是x比y 你就把它变成分数 x在上面 y在下面 那14原本是这样子的嘛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y你拉去对面 它变分母 7拉过去对面 它也变分母 所以呢 它会变成7除以 14除以7 14除以7可以越减变成2 所以呢 你的答案呢 就会是2 有时候你可以写2比1 你也可以写成2 OK 它们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可以吗 OK 好 再来第13题 负1 3x减2 5 这一题有多少个整数解 整数解 所以这种题型很多学生会分开两个阶段 就是做前面的 先做前面再做后面 然后再combine回在一起 其实是不需要的 如果因为 中间只有中间有X 其他的地方没有的话 你可以一次过处理的 所以比如说 我们中间有一个五分之一 我不喜欢这个五分之一 我要去掉 我是不是要乘五 对吗 所以我每一个位置呢 就乘五 就会得到负五 3x减2 520 我电话很吵 他们在聊天 然后呢 我就要把这个负二给去掉 所以我是每一个都要加一个二 就会把这个负二给去掉 对吗 负五加二会是等于负三 十加二会是等于十二 再来我又把这个三给去掉 我是要除以三 对吗 我每一个部分呢 除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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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其实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其实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那整数来讲呢 因为他要问整数解 我们就写了 负一 零 一 二 三 四 然后呢 要注意的就是 他没有等于 很像这个是 大于没有等于负一 这个负一就不可以拿了 这个要注意的 因为很多学生写了进去 他就做错了 零一二三四 总共有五个数目 所以答案是 整数解释五个 不是六个 你算负一进去就错了 或者你没有算到四进去也错了 OK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它 好 来 第十四题 若多项是6x平方加17x减28 可因此分解为ax加b cx加d 然后 当然这个 因为他给完你所有的数据了 你是可以直接做音试分解的 我们做那个交叉层的音试分解法 当然很多学生是比较不会做了 我们是做try and error的 对吗 我们是用try and error的方法 你让我想一下 OK想到了 想到了我的做法是六四二十四 这个是大的所以是真 然后起的这个是负 这是一 所以我们交叉层的时候 六四二十四 这个是x 这个是真的 717-7x 加起来等于 是相减的意思 相减的意思是17x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负28 这个是6x平方 所以就正确了 所以也就是说呢 我可以把它音试分解成6x减7 x加4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 他就问你 A 哦他有其条件呢 哪一个是A 哪一个是B 第一点 他就讲说 A要大过C的 所以A应该是6了 A应该是6了 那C应该就是1了 那B应该就会是等于负7 D就会是等于4 所以答案是 boy Donkey等于4 这样子来判断的 因为你的 你的C是跟D一起的 既然C是E的这边 D就会是4 嗯哼 嗯哼 嗯 yes OK 好 第五题 以至X平方 加Y平方等于16 而16 XY等于10 那他要找X加Y等于多少类 嗯 当然很多学生 呃 有些学生是怎样呢 他是 他是做这个 嗯 我所看到的好像是做代入法 我代入法其实很呃 好像是还蛮复杂的 我们的做法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X平方 X加Y的平方 我们就会得到X平方加2XY加Y平方 OK 那我们就有X加Y X平方加Y平方其实是等于16 所以我放过来16 那2乘上XY呢 就会是等于20 2乘10 所以加出来呢 就会是等于36的 那当然 X加Y的完全平方等于36 那X加Y呢 应该就会是等于36的 开根号就会等于6了 啊 所以这个答案就会是C 那这样子的做法呢 应试分解的做法呢 会比较容易做 你会看到呢 它不会这么复杂 如果你用代入法的话呢 我相信应该是蛮复杂的 OK 16 16题 X平方加6X加5 除以这个3X平方加21X除以3X加7减去X加5分子2 好 那分子的话 X平方加6X加5呢 这个我们可以应试分解成 X加5 X加1 那这个你可以用交叉成的那个 因试分解方式啦 当然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我就没有 画那个表了 刚才那个是比较复杂一点 OK OK 再来的就是3X平方加21X呢 我们其实可以抽3X出来 那前面抽了3X 你就会剩下X 后面抽了3X 就是剩下7 OK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呢 后面呢 要怎样做 这边就比较复杂一点 我们要做交叉成 通分 通分 那通分的话分母 我写在相乘分子的话呢 是3X加5 就是3X加5 我直接展开了 -2乘上这个X -2X-724 OK 那在这边呢 我前面的是赵超 赵超 赵超 那后面的话呢 因为我不喜欢除法咯 我就写惩罚 那我就上下倒转了 OK 那分子要怎样做呢 我们就直接加起来了 3X-2X好像是得到X 5-14好像是等于-9吧 OK 所以这样子的情形呢 你就可以看到呢 X加7好像是可以越减 X加7好像越越减 好像就没了 好像就没了 但是我好像没有答案 我看一下错到哪里啊 OK 不好意思 我看到了我的错误了 那这边呢 3乘上X加5的时候 应该是3X加15 3X加15 不好意思 然后下面的话呢 就会是15-14 应该会是等于加1 也就是说X加1呢 你应该也是可以越减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的找出来应该是X加5的平方 分母剩下3X而已 所以答案应该是C OK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老师也会做错的 只是说 这么巧 我是找不到选项 找不到选项的话 我就可以了 我这题应该是做错了 我可以看回 如果不看回我 选项又有 我就全答案了 就错了 好 所以这个是选择题有它好处了 因为如果是这么好的情形 就是你做错的地方 做了出来这个答案 选项没有 这样你就可以检查答案了 检查你的做法 OK 在第17题 第17题 它是讲说 将这个分式的方程式 去分母整理后 会得到什么 OK 应该是 反正就是解方程式 X减1 3 哦 这个它有给提示 去分母 你可以看到是 X减1呢 左边有X减1 右边有X减1 剩下这个2没有X减1 也就是说 你我只需要把这个2 每一项乘上X减1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分母给去掉了 所以前面的这个呢 我做快一点的话X加2X减2乘出来应该是X平方 减前前平方减后平方X平方减4 再来这个2乘上X减1的话 X乘上X减1的话 我做快一点直接乘进去的话呢 就会是得到2X减2 后面再减一个3对吗 这个是后面的这个分数的 所以如果我把它所有的数目搬过去左边 我就会得到X平方 减2X 右边是其实是加5的 搬过来是减5 右边是减5 搬过去变加5 5减4应该是加1 选项是C 选项是C 当然这个如果你要继续做的话呢 你是X减1的完全平方等于0 所以他的X应该是要等于1的啦 所以这个当然他没有叫你做出答案来 你只是要整理出这个C就已经足够了 OK好再来在一个直角桌标系上 以致 A 是负12 B是X 负2 C是1Y 一个直角桌桌 OK B是AC的终点 他要找2 OK 那我们有方程式的 我们的终点公式是什么呢 终点公式的就是说 中间的这个X 会是等于两边的那个X 就是负4加1 除以2 OK 负4加1 好像是负3 所以是负2分之3 OK 那再来的就是 这个是负2 所以负2 所以中间的这个Y 也会是等于两端的 Y相加 除以2 所以这个会比较复杂一点 2先要乘过去 对面等于负4 然后这个2再来过去减 所以Y是等于负6的 OK 所以找到答案呢 答案是Donkey 可以吗 可以啊 就是这样子做 好 再来第19题 一个直角桌标系 ABC ABC为直角 三角形 然后角B是90 所以这个B 应该是这样子画 ABC大概是这样子 那A的点 给了你负7 负7 B是负7 负1 AC的单位是10 那C的坐标 那这个如果我画 我画准确一点 因为如果我画 因为负7 负7 在这里嘛 大概 负7 负7 负1 应该是这个位置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A跟B 它其实是准准 它的下面 准准它下面 然后C的话呢 C的话呢 它的Y值 应该一定是负1的 对吧 负1的 然后 AB的长度 如果你用这样子判断的话呢 AB的长度 应该是7加1 所以等于8 如果我的AC 要等于10的话呢 相信 BC应该要是6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B式定理 OK 所以呢 如果我的是 BC是6的话呢 应该是负7加6 应该是等于负1 画太 画到太过去了 应该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图 OK 所以这个是6 这个是10 你如果C的话呢 应该会是负1 负1 负1 负1负1 会是一个结 所以答案Donkey是可能的 当然 除此以外呢 它也是可以往这边走 对不对 往这边走 也就是说负7呢 再减6 负7减6应该是等于负13 负13 负1呢 也是可以的 当然这个C的 这个选项呢 就不对了 因为它是13 负1就不行了 它应该是负13 负1 这里两个答案呢 其实都可以接受 负13 负1 但是 13负1就不行 OK 所以这一题来讲呢 你要稍微的画出来 就会比较容易解 而且要配合这个 必识定理 直接就可以判断的出来 好 硬式分解 25x平方 减9y减z的平方 那这一题 你要可以很熟悉 你要 怎样硬式分解 比较容易呢 其实你要看得出来 25其实是5的平方 对不对 所以它其实是前平方 然后 9其实是3的平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它其实是前平方减后平方来的 前平方减后平方 我们有一个公式啊 就是前加后成前减后 我们是这样子的口诀 前加后 不行 这个是防挂户 然后后 前减后 前减后 这个还不是我们的答案哦 对吧 因为人中里面那些小挂号啊 要拆掉它 拆掉它呢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山沉进去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呢 因为如果我跳步的话 很多学生会 弄错了 它会下面的那个富山 忘记沉进去后面的 很多学生会做错这个 OK 所以是后面的是 应该是-3Y 加3Z 然后复复得正 OK 看清楚 5X 加3Y 减3Z A或者B 然后后面那个看到吗 -3Y 加3Z 有一个答案 减3Z 有一个答案 所以正确的应该是A 有些学生 他们的中的陷阱 就是 他的-3忘记沉进去后面的Z 所以他就会得到 负3Z 然后他就全B了 很开心 但是不好意思 你中了陷阱 OK 还有一些时间 我看可以再继续讨论一些吧 我们再看一下 可以 有一些时间 再讨讨论多几题 OK 加 加以两班的学生 为百年校庆 制作红花纸的任务 以至加班每天 比乙班 多做五朵红花 加班做八十朵红花 所需要用的天数 以 乙班做七十朵的红花 跟天数相等 如果设甲班 每天做的红花 哇 好复杂 这题我要想一下 这一题 如果他已经设了 他已经帮你设了 加班 他每一天做的是X朵 对吧 每一天 而且乙班 加班比乙班 多做五朵 也就是说乙班 每一天应该是做X-5朵 OK 好 对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甲班要做八十朵 所用的天数 是不是用八十除以X 对吧 那跟乙班 做七十朵 所以是不是七十除以X-5 对吧 答案出来了 答案是Donkey 他没有要 他没有要你解 他没有要你解 他只是要你写出来而已 所以答案就是Donkey 当然如果我们解下去 我也教一下怎样做了 这个零是可以越减的 这个是零可以越减 然后我们做交叉层 八乘X 八乘-5 八五 五八四十 然后七X 所以这个 八X-7X得到七X 四十拉过去 负四十拉过去 就正四十 也就是说 假班其实每一天 是做四十多 OK 所以他八十多 基本上两天就做完了 然后再来的就是 乙班呢 少做五多嘛 对不对 所以他就一天做三十五多 那他两天呢 也是做七十多 所以 验算呢 我通常会解出来啦 因为我时间多得很 我做解题很快 所以我通常会解出来 然后看一下 是不是符合 我原本的题目 所以解出来四十 然后也是符合 所以你就很开心的 就是Donkey 这个答案呢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 好 再来的就是第二十二题呢 他要你做这个变成了 X加A的完全平方 等于B的这个形式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配方法 配方法很多初中的学生 不是很熟啦 好 所以我们今天 没有办法 我们也来教一下 so第一步呢 如果是等四等于零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的话呢 你的配方法第一步呢 你可以把这个负气 拉去对面 拉去对面 然后呢 再来的就是 你要加上中间一半的平方 中间是8 所谓的中间就是X的系数 X的系数 我也不要看正数了 我们只是拿他的数目 8除以2是4 4的平方是16 4是16 左边加16 右边也要加16 对吧 那加了16呢 其实呢 它其实是 左边呢 就可以把它变成了 16是4的平方 所以它就是 减4的完全平方 这个符号加减呢 就是看它中间是加还是减 它是减它就是减 OK 它是加 它就是加 16减7 你会得到是9了 对吧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呢 是 A是等于负4 B是等于9 所以负4加9呢 就会是等于5 答案是C OK吗 OK 再做多两题吧 再做多两题 然后我们就可以 高一段落 等下下一个星期 我们再做另外的 接下去的一部分 OK 第二十三如图1 ABC是等辨三角形 PQ平行Rs 哇哇哇 这个好 好像很复杂的感觉 是吧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图 我只是画大一点啊 ABC 是等辨三角形啊 好 这也是说60度60度60度 这个是一定有的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啊 但是写一下 SR E在这里 然后这里是100 100度 所以不要找这个B E R 怎么找 我需要时间 OK 想到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第一号 OK 那这这一个情形呢 我会用补线的方式啊 这种的情形 我常常用补线的 补一个平行线 好 经过B 好 平行于PQ 也平行于Rs 那在这边呢 这个100有什么用呢 我可以用 呃 三角形外角的 一两内对角之和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角度呢 这个角度 我不懂要怎样叫了 因为这个点 它没有标明 呃 是40度了啊 然后呢 再来呢 就是同位角 这一边也是等于40度 OK 那这个60度呢 呃 减掉了40呢 也就是说 这个位置是等于20度 然后B ER呢 就会是等于20度 因为内错角相等 所以这题答案是BOY OK 所以这个下面的这个角度呢 什么ECD 这个角60度呢 是没有用到啦 OK 啊 但是上面的这两个60度呢 都会有用到的 好 好吧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哦 呃 谢谢大家收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